他是个智商超高的囚犯 这天他在监狱里看到了只蟑螂 一般人可能觉得没什么 所有的预警开始出动 搜遍了岛上的所有角落 却只找到了一朵菊花 菊花象征着希望 代表了三个人最后顺利逃脱 点于让愤怒的把菊花扔进大海 宣布三个人死亡 这座号称无人逃出的监狱 绝不允许有任何污点 《逃出亚卡拉》是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元老级的粤语电影 拍出了一种情商高超的人 临危不惧 步步为营 目标明确 雷厉风行 这样的人我告诉你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成功